确诊死亡是不是要在24小时内火化这争议持续的延烧 指挥官陈时中日前澄清说只需要24小时通报 让台北市长柯文哲在昨天听了直呼 现在才知道没有24小时内火化的规定 结果却被网友翻出了去年6月 台北市疫情记者会的影片打脸 当时媒体在提问中就有提到了 中央不强制24小时之内火化确诊遗体 而柯文哲当时人也在现场 还是要副市长黄珊珊回答 不过北市府回籍是中央崩文 一开始就说的不清不楚 我一直以为是24小时 我是昨天才知道说没有 听到中央澄清原来确诊死亡个案 不需要赶在24小时之内火化 只剩要在24小时内通报 柯文哲前一天也很错愕 这消息似乎来得很突然 我都一直以为是24小时 我也不晓得还奇怪 这个中央就把规则讲清楚就好了嘛 语气听起来很无奈 确诊死亡处理方式又急转弯 但也只能照中央的规定走 脸书上还加码回复 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没有24小时内火化规定 政府政策的下达应该要更明确 没有好好向亲人购 别是人生最遗憾的事 不过却有网友翻出去年6月8号 台北市疫情记者会的这段画面 尽管现在中央不强制24小时之内火化确诊遗体 有殡葬业像 媒体提问殡葬业者是否能够优先施打疫苗 柯文哲抬起手是以副市长黄珊珊回答 但重视这句不强制24小时之内火化确诊遗体 被指一颗皮根本早就知情 形同直接打脸 不是针对24小时要火化这件事情来做讨论 把这两件事情硬是要扯在一块 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都是以24小时内火化完毕 如果中央要改变的话 他更应该把事情的来龙去末说得更清楚 隔壁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帮忙还家 确诊亡生者到底何时要火化 直到陈时中再次说明前 布置一般民众殡葬业者无萨萨 做连市长们也不清楚误会很大 记者台北新北综合报道